当地时间15日,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,并发表重要演讲。 宴会开始前,习主席还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及社会各界代表,以及飞虎队和史迪威将军后人,古岭,爱奥瓦州,华盛顿州等方面友好人士的代表,同他们共序友情。 习近平主席始终高度重视,并支持鼓励中美民间交往,多次指出,中美关系基础在人间,希望在人民,未来在青年,活力在地方。 回望历史,中美关系的每个重要时刻,都离不开两国人民的双向奔赴。 二战期间,中美人民用血与火锻造了飞虎队情谊。 1971年,小球推动大球,实现了跨越太平洋的握手。 古岭之友,延续了百年友谊佳话,费城交响乐团,续写了跨越50年的音乐新篇。 中美民间友好和善意,让中美关系一次次从低谷重回正道。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指出的,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交住的,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,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,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。 中美关系的大门一旦打开,就不会再被关上。 两国人民友好事业一旦开启,就不会半途而废。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,中美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不会变。 中美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不会变。 世界人民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不会变。 此次旧金山会晤,两国元首就便利人员往来,促进人文交流,达成重要共识,将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,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,优化签证申请流程。 中方还宣布,未来五年愿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。 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多走动,多来往,多交流,共同续写新时代中美人民友好的故事,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不洁动力。